Hello 大家好 我是NG 今天要來說 99第一部 幻影血脈 1868年英國 一台馬車因天與路華摔下山坡 從內貴族噴飛出去 貴族夫人則犧牲生命護住嬰兒的命 剛好帶老婆經過的壞老頭 就不管這些人死活的 打算拿走所有值錢物品 沒想到貴族只是昏迷 醒來後說自己叫喬斯達 問老頭叫傻 要報答救命之恩 老頭心裡笑他蠢搞錯了 人情更可貴 就把名字告訴他 12年後 喬斯達的兒子 99長成了帥氣小男孩 為了讓99成為紳士 喬斯達付出許多心血 可99總學得不好 某天99看見一名少女艾莉娜 被幾個小混混欺負 就發揮紳士風度去幫助少女 雖然臨戰力被屌打 但紳士從不懼怕 另一邊 9千年老頭不務正夜 整天喝酒 害老婆過勞死 對兒子迪奧也是又打又罵 命不久矣的老頭 就把救過喬斯達的事告訴迪奧 要他去找喬斯達寄身上流 想辦法變成最有錢的富翁 那迪奧因為在平民窟長大 加上家庭環境的關係 心靈已經扭曲了 瞧不起有錢人 也發誓為了成為有錢人 什麼都願意做 所以來到喬斯達家 成為他的養子後 迪奧處處針對99 害他被喬斯達戳罵 或是到處散佈99的壞話 害他沒有朋友 想搞臭99 讓他是去繼承權 不懂迪奧 壞要搞自己的99 只能躲到河邊哭哭 幸好艾莉娜 不信這些流言蜚語 願意跟他當朋友 陪他度過低潮時期 兩人也在這甜蜜相處中 愛上對方 可迪奧為了弄死啾啾 竟然強吻艾莉娜 奪走他的初吻 不願屈服的艾莉娜 馬上用旁邊的泥巴水洗嘴明智 表達他的決心 只是這事打擊太大了 讓他無言面對啾啾 得知這事的啾啾 馬上去找迪奧決鬥 雖然他平常都被屌虐 但他內心有主角小宇宙 欺負我妹子就該死 一個爆發 就把迪奧打成大自行 經過此事 迪奧明白了 要小心啾啾的爆發力 要更加冷靜別易怒 七年過去 迪奧隱藏野心 假裝跟啾啾成為好友 並專攻法律 想抖走喬斯達所有財產 甚至為此 偷偷下藥毒殺喬斯達 啾啾的專攻考古 研究母親過世前買的石鬼面 發現這東西只要低一點血 後面的刺劑跑出來 非常神奇 某天 啾啾意外發現迪奧對父親下毒 可他沒有確切證據 只能搶走毒藥 叫迪奧發誓這東西沒問題 自尊性超強的迪奧當然不要 啾啾便確信肯定有鬼 為了保護這個家 他將此事告訴父親 要父親注意安全 並帶他去倫敦找人分解成分 迪奧就打算成績暗殺啾啾 計劃上使鬼面沾血 深入刺刺死他 偽裝城市研究室發生以外 兩天後 因研究室分解不出藥物成分 啾啾來到貧民窟 懷疑要是這邊的東洋商店賣的 路上他遇到一群混混搶劫下死手 善良的啾啾卻是打傷他們 這份氣勢與勇氣 讓混混老大阿特對他刮目相看 決定看他當朋友 同時 找不到機會暗殺的迪奧借酒交仇時 遇到兩個找茬的混混 一氣之下 他就把石鬼面加血弄死混混A 恐怖的事 混混A突然活過來 露出詭異紅眼 恐怖兼雅攻擊他 而且力大無窮 被砍成重傷也一臉I don't care 混混A一把抓住迪奧 將手指插進脖子裡吸他血 變得越來越年輕 此刻迪奧終於明白石鬼面的秘密 這時太陽逐漸升起 照待陽光的鬼 全身散發出真氣 短短幾秒就灰飛煙滅 回到家的迪奧 思考要怎麼利用石鬼面師 已確認是毒藥的啾啾也回來了 所以至此 迪奧就假裝善會 呃我錯了 打算趁機解決啾啾 跟來的阿特 就跳出來大喊 因為他一眼就知道 迪奧不可能善會 而且他們已經找到 賣迪奧毒藥的東洋人 願意出來作證哦 明白真相的喬斯達 雖然不捨 也只能讓警察逮捕迪奧 不死心的迪奧就大好一聲 你看我沒有飛碟 趁機同死喬斯達 用他的血 集中石鬼面帶上 變成了恐怖的鬼 警察們連開樹枪 將迪奧打成蜂窩 可迪奧以成不死生 根本打不死 隨便一招我是鬼 我超強 就把警察們KO 九九則鼓起勇氣 拿一旁的裝飾長矛 對抗迪奧 不能讓這種怪物活著 還為了贏 用機將迪奧騙來放火燒他 可迪奧恢復能力太強 這電火完全沒用 九九想了想 就讓阿特快點逃 自己則吸引迪奧注意 故意逃到屋頂去 隨便火弄契化拖住迪奧 等火勢夠大後 就一個劍步衝撞迪奧 抱著他一起摔進屋內 靠著多年來在這生活的經驗 踢個牆壁調整下墜位置 剛好讓迪奧 摔到下方雕像的肩上 被卡住的迪奧動彈不得 隨著大火化成一具嚼石 九九則拼盡最後一次力氣 逃到屋外 不過其實鬼是不怕火燒的 東洋人想去撿食鬼面時 中傷了迪奧 就把他變成鬼手下 並靠他協助到處找人當手下 到處抓人吃恢復力量 而九九傷重昏迷許久 其間阿肯娜不眠不休正悟他 還為了替他冰敷 隔到手受燙傷 終於醒來的九九 對此感動不已 對他的愛又加深了 復原後 九九想找食鬼面 卻騙尋不著 這時 他碰到一個叫齊貝林的人 對方說 其實迪奧還沒死 九九命中注定要對抗迪奧 並示範一套 波紋呼吸法給他看 只要學會 就能靠呼吸產生強大能量 打敗迪奧 為了世界和平 為了消滅迪奧 九九開始跟齊貝林 學習波紋之呼吸 齊貝林一把甘蔗式的原因告訴九九 死鬼面是我跟父親去考古石挖出來的 父親意外帶上沾血死鬼面變成鬼 抓了所有考古隊員 我因太陽出來僥幸存活 我擔心死鬼面重出江湖禍害人間 就到處尋找對抗方法 並帶來處偏遠地區 跟一個多配地大師 學會波紋之呼吸 能產生出如太陽光波般的能量 鬼靠吸血取得能量 只有用波紋之呼吸才能消滅鬼 很快的 九九學會了波紋之呼吸 戰鬥力大幅提升 阿特也在他訓練時 找到迪奧躲藏的地點 因此眾人立刻殺過去 也遇到了第一個敵人 不重要 齊貝林就叫九九 透過搖晃的紅酒杯 學會感知生命力 這樣就能偵察鬼的氣息先下手 解決不重要後 迪奧就跳出來 適合他們的水準 齊貝林就衝上千 用波紋之呼吸攻擊迪奧 迪奧便說著菜皮巴菜皮巴 並用神奇法術 將齊貝林的手冰凍 使波紋之力無法傳遞 再用一招 我變成鬼王有夠強 輕鬆打對他們 然後看他們猜成這樣 迪奧懶得出手 就叫出兩個手下 不順要二跟三來對付他們 前來一次大概是這樣的 九九寶貝加油哦 送你一點經驗 生了幾代找我呦 那在和不順要二三戰鬥的過程中 九九學會了 充滿太陽 正義 愛與勇氣的波紋攻擊 讓身體散出大量磁力 能吸住腳架樹葉 當飛行散用的 生命磁力波紋 人體的潛能就是這麼奇妙 說不定你也可以 然後齊貝林用飛天電光 毒龍螺旋轉 攻擊不重要三十 意外被抓住 被咔咔分成兩劫 死前一刻 齊貝林將所有能量傳給九九 讓他超進化 輕鬆解決不重要三 我想齊貝林的功用 大概就是這樣子吧 沒事千萬被當主角的老師啊 最後一行人 趕往迪奧躲藏的高塔吃 遇到齊貝林的師父多佩蒂 跟一票師兄弟 原來齊貝林出發前 有寫信在他們求援 接著 眾人瞬間一動找到迪奧 馬上跟他呵呵哈哈 主角就放了不重要四 就用一招迷幻滑板鞋攻向迪奧 結果被迪奧嘰嘰嘰的 邊下邊凍結 在嘰嘰嘰分成好幾塊 九九見狀 不忍了 不忍了 用劍來傳遞波紋 一個幕府就把迪奧砍成兩半 可迪奧太強了 這樣都不死 還跳起來 摩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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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九九愛的飛撲 為了防止被冰凍 九九將手伸進旁邊火堆 變成了火焰拳 九九終於被擊敗了 騙你的啦 迪奧死之前 將頭跟身體斜開保住一命 頭也被東洋人給救走 找不到迪奧屍體的眾人 想想可能融化消失了吧 就把石鬼面敲碎 替此事畫上完美句點 九九跟艾莉娜也舉辦了盛大婚禮 有情人終成眷屬 並在好友們目送下 搭船去美國度蜜月 沒想到 迪奧竟在東洋人協助下追到船上 還怕整船的人都變成鬼 他打算搶走九九的身體 去美國重新開始 然後就從眼裡射出雷射光 因為太不可思議了 九九沒閃開氣管受傷 無法呼吸使用波紋 為了保護艾莉娜 跟他附中的孩子 九九就用最後一絲力量 打爆東洋人 讓他滾去卡住船的重要零件 這樣船等等就會爆炸 然後他展現出紳士風度 要想跟他一起死的艾莉娜 帶著附近倖存的嬰兒逃走 不死心的迪奧 就伸出觸手抓住九九 邪笑說爆炸也不怕 他帶來的棺材 又粗又硬 當得住 九九就抓起鐵片 Vidra桶上底奧 緊緊抓住他的頭 要跟他同跪於盡 最後整艘船蹦蹦炸毀 沉入海底 艾莉娜帶著嬰兒 躲進棺材逃過一劫 飄洋過海抵達美國 一段傳奇故事就此結束 那石鬼面真的消失了嗎 之後又會發生什麼事呢 就下次再說吧 看完後我就在想 九九 你各位有喊過九九的加一 沒有的加二